今天是久违没有分享的购物分享啦 然后呢这次是要分享双十一还有黑我买了哪一些东西 那我特别拍这支影片就是因为我这次虽然买的东西不多 可是每一个都非常的精准 很值得 完全没有踩雷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分享给你们 第一个先分享比较偏无聊的东西就是衣服类 衣柜爆炸我依然会买 我就是爱买衣服 怎么样 好我先分享我身上的这一件 因为这件是我当时在现实动态一发出去 被问爆欸 真的是被问爆 大家就是疯狂的狂问我身上的衣服哪里来 因为我本来会以为说这种比较运动感 然后偏中性的这种上衣呢 虽然现在是流行没错 可是会不会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女生会喜欢穿 因为她太运动休闲了 就我没有想到她竟然会被问爆 所以我刚刚来给你们分享 其实她就是淘宝的 超级不贵 但是呢拿到手的时候会吓到说 哦这个材质 这个版型也太值得了吧 因为像这种大翻领啊 就是要嘛就是她的这个翻领不够翻 要嘛就是又过翻 或者是说呢她这个领片呢太长 就会整个人看起来很邋遢 这个真的是领片做得刚刚好 脖子很修长 因为她这边刚好打开之后变成V灵 它是又柔软 然后又有一个挺度在的一个材质 它不是纯棉哦 它有合成纤维在里面 所以它有一个太空棉的触感 可是它又没有太空棉会让人变膨胀变胖的那一个缺点 所以我觉得这件它最好的除了版型以外 就是它这个材质实在是选的有够好 视觉上看起来的时候 它有一个挺度 就不会看起来太休闲或是太邋遢 是有一点点就是飞鼠袖 然后这边是宽的 但是它到这个手掌的位置是收窄的 然后这个袖子的长度也蛮长的 可以盖过我的手掌的二分之一 我觉得很刚好 然后我最喜欢的点就是说 我这样子手打开的时候 它是这个宽袖 那我把它手落下来之后呢 这边会有一道阴影 然后这边多余的它会反折进去这样子 你知道这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就是说 当你这样手放下来的时候 你这边有一道阴影 它会让你的这个身形呢 看起来是比较修身的 这就是这件衣服版型厉害的地方了 很修身的 虽然它宽松可是修身的 所以不管今天是什么样子的身形的人 穿这件都会好好看 这件衬衫呢 它就是故意做成一个oversize 极长的那种版型 然后它的袖子就是做得很长 然后在这个衣裳也做得很长 因为其实现在就还蛮流行 这种就是整个没有在管身形比例 或是有没有看得出来曲线的衣服 就是比较偏中性的衣服 这件它就是有做到像这样子 比较流行性的一个建材 然后另外呢 它这个领子没翻了 我有点纳闷的是 就是Jero Sander那个春夏 它还没有到开始走秀之前 这件衬衫它就已经出了 所以我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它可以 是做得跟Jero Sander很像 可是又是在Jero Sander发布之前 就已经做出来了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解答件事 我真的不懂为何 对不起对不起 我也没有要故意买就是仿货还是怎么样 可是就是刚好设计很类似 然后这个的话呢 它就是故意做成一个像是领巾的感觉 然后是三角形的 在前片然后在这个脸的下方 然后它领子做得非常立体 有漂亮 而且它的这个布料是很有挺度 但是又有垂坠性的 所以穿在身上的时候 整个身形会极度的俐落 只是我觉得我买这个尺寸有点太大 我买L号 我应该要买M号才对 同一家店呢 我又再买了另外一件上衣 就是这个针织衫 特别的地方在于 它的领子是这种小高领 然后是有点QQ的 有点像是没收边的感觉 所以会看起来相对的随心一些 而且它的那个小高领 是没有贴合在脖子上的 是比较偏松的 你可以当内搭 你也可以直接外穿 有纹路的 它一条一条很细的这种 镂空的纹路 在整件衣服 不管是前后左右 包含它的袖子都有 就比如说我今天穿全黑的时候 我穿了一个全黑的裤子 西装裤 然后上面搭这个 还是会有看到一些小设计 以及就是有点小层次感 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的 材质是相当的舒服 穿在身上的时候 完全不会有渣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这家店 即便它蛮贵的 但是我还是真的很喜欢 因为它不管是材质或版型 就是任何一个细节 它都是做得非常的精准和到位 所以穿上身的时候 这件衣服真的会觉得非常有质感 而且对得起它这个价格 好 再来呢 就是针织背心 这个我超级喜欢的 我在Farfresh买的 然后因为之前 它不是有跟那个H&M联名吗 当时它有一件 非常好看的男装的针织毛衣 超想要可是抢不到 米色的那个针织毛衣 然后它在这个领口的地方呢 刺了一串 绣了一串就是珍珠 然后因为我非常喜欢珍珠这个元素 抢不到呢 很想哭 就是也有我喜欢的元素 因为第一个 我就是想要这种针织 而且它是一个有花纹的针织 然后再来呢 就是它在这个领口的地方呢 绣了一大堆这种珠珠 然后这件的话呢 它是那种中长版型的 所以配短裤 五分裤 或是配那种长裙 都会相当的好看 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后面的话 是有这种扣子的设计 就是也可以把它展开来穿 然后这件就是分量感十足 而且也很保暖 所以就很适合冬天 刚好 好摇身一变 我现在发带在我的头上 这个呢也是黑舞买的 然后它是也是在 Farfetch买的 Jack Muster 很厚的发带 那因为我个人对于厚发带呢 是情有独钟 因为我这里是太阳穴凹陷 颧骨又非常突出的人 所以我很需要后发带来修饰我的 这个脸型和头型 它是侧边做的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它可以盖住耳朵 真的蛮保暖的 其实就现在带有一点点热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它整个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它这个版型做得极好 它不会把这个太阳穴的地方 整个包覆下来 它从这个窄的地方到这个宽的地方 常切的弧度我不知道怎么切 怎么会这么刚好 连我这种脸型bug很大的人 戴都觉得好好看 我又买了一个黑色 比较基本款的 这真的很超值欸 因为你知道这才多少钱吗 它这一个才1000多块台币而已 而且很舒服 完全不会渣 因为我之前在淘宝买的啊 超渣的 不是很多人问我说 你那刀刀哪里买的 我跟你说超渣的 所以我都没有要跟大家分享的意思 我跟你讲这个可以 这个完全不渣 我这样戴着我觉得 哦 真是舒服 舒服 好 那我最近呢 就是很迷恋针织帽 所以我之前在淘宝上 也有尝试买了一些针织帽 这些我都非常的满意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其实我之前已经在限时动态的时候 戴过给大家看了 这一顶的话呢 一半满意而已 没有到100%的满意 我自己是觉得上面这个长度 太高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收的太窄了 就看起来很像一个会黄标的物品 我会比较喜欢就是像这样子戴 就把它翻下来 然后当一个你知道嘻哈帽再戴 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这样戴比较适合我 而且它还蛮舒服的 但这顶的话我个人觉得我还是蛮满意 如果你今天是长头发的人 可能戴起来会比较协调一点 因为我短头发 我上面太长下面没有东西 比例会失衡 然后另外这两顶的话我觉得很棒 直接戴我觉得也很OK 因为它上面不会说的太窄 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做的其实蛮宽松的 如果今天是大头戴的话 就不会你知道被撑得很紧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戴起来算是蛮舒服 也比较适合大头 然后这个的话呢 它也是有一点毛毛的这种 绒毛感绒毛感 这种戴起来是比较女生一点点啦 然后像我这样子把它翻下来戴 因为它松松的 所以它也不会整个很贴我的脸 这样不会把头发贴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它这顶就是 有这种两种戴法 非常的好看 粉红色 它是脏粉色 因为我自己的肤色是很适合 配戴像是粉红色或是紫色类 或是蓝色系的 所以我就再买一个粉红色 啊好好看喔 然后现在我还是觉得这个 这个有点太高 我就会这样子在后面稍微小折一点点 再来要跟你们分享的是靴子 鞋子我超级喜欢的 因为它是版型偏正常的 因为我的脚很大 然后穿韩国的鞋子 就是他们的鞋型都版型都偏小 所以他们即便是什么 40号我穿起来都觉得 咱妹有一点点太小 可是呢这一双的40号就是很刚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25.5公分的脚长的话 穿这一双应该是OK的 然后再来我很喜欢买韩国的靴子 只是因为他们的筒长真的很长 所以就是才可以符合我的小腿的长度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小腿比较长的人 在找那种真正的西夏靴 你可以去找韩国的靴子 但如果你今天是那种比较娇小的女生 我就建议你不要轻易的挑战韩国的长靴 因为韩国长靴的筒长真的太长了 可能会影响你走路和坐下就是等等的 好那衣服类的全部都分享完毕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 第一个东西 领夹式麦克风 因为之前我在这间房间在拍摄像是穿搭 或者是像这样子面对面讲话的影片 都常常会因为回音的关系 造成就是收音不良 是时候该买一个领夹了 那其实我之前不买领夹的原因是 拍穿搭影片的时候 那个领夹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夹子很大 而且又是什么有颜色的 什么黑色或是白色 然后你这样夹上去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异物感在这里 我觉得它会破坏我整体造型的眉感 所以我之前一直不想买领夹是这个原因 可是因为真的太多人讲这个收音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买了 其实是一个接收器 这边可以直接就是夹在领口 可是这么大一个东西夹在领口合理吗 我今天穿一个日式氛围的日系的套装 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看穿搭 然后这边有一个方块在这里合理吗 所以现在收音没有问题了吧 相当清楚 也再也不会有回音了 那只是以后要请大家多多包涵 就是可能我在领子的地方 会有一些夹子出现 或是有的时候不太方便夹的时候 我会用手拿 GHD的离子夹 就是你们在百货公司啊 或者是什么看到离子夹 都不是长这样的 因为我买的是最窄版的这一种 发型师和那个化妆师做头发的时候 看到他们用这个很窄的 然后在夹我的发根 然后也顺便夹了我的发尾什么的 就帮我整个做造型 发现原来这么窄的夹出来 超级好看的 而且完全不会过卷 就是夹发根的话 是完全刚刚好的一个宽度 然后夹发尾的话 只要我自己的这个角度有拿捏好的话 也完全不会什么过卷 反而大卷小卷我都能夹 所以我觉得这一支我真的是买对的 我觉得超棒 就是这样夹过 它不会有那种畅长的感觉 或者是说我夹一次失败 夹两次失败 夹三次失败 我重复的去夹从一搓头发 也不会畅长 也不会毛毛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 比较厉害的地方 我个人是觉得也没有比较持久 只是就是会夹出来很漂亮 不会毛毛的这样 今天最后一样东西 按摩枕 那这个按摩枕是专门按肩颈的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比较偏中轻度的人 可以去买的 如果你今天是喜欢那种深压 哇 按到你会痛死的那种 这个就不适合你 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力度 可是又不会就是 哇 好痛 这样按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仿手感还算是真实欸 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一颗球 因为有很多是一颗这样子 很圆的球 然后下去这样子按 然后我觉得那个形状 它就是很不符合手指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这个 它的这个不是一颗球 它是有一点点平面 然后有一点像是指腹的那种设计感 所以它按下去的时候真的有一种 很像被大拇指这样子按下来的感觉 然后这个它按肚子啊 或者是按小腿 后腰我觉得都很刚好 就这样枕上去的时候 非常符合人体工序 这样靠着 还蛮舒服的 然后如果是按到背的话 也是这样子卡住 就这样压上去也蛮OK的 就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是还蛮舒服的 我的背全部都是骨头 所以我不能用那种很硬 然后深压的那种 因为它会让我觉得很痛 完全没有舒服的感觉 可是这个的话 它就是有让我有舒服的感觉 这样子 那这个虽然它是菲利浦 可是台湾没有进 因为我有查过了 只有那个在淘宝上买得到 因为它是中国制的 所以你们如果想买 就去淘宝买了吧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就是这些东西 没有很多吧很少吧 我真的没有一个彩类 没有一个彩类 就是我会把所有的资讯 都放在资讯栏 你们记得点开看 然后如果你有看到 TB 那个是淘宝的意思 你要去淘宝搜后面那个店名 好 大家就这样 那如果有新闻的话订阅 拜拜 拜拜 拜拜